痛,是最近几年高的慢性病,高尿酸血症有密切。 一旦患上此病,要注意相疾病,如常的痛性症、痛食、痛性炎等等,有尿酸精神到后,而疾病。 查,每时痛患者中有大一三人群不好,和普通人相比,罹患衰竭。 慢性痛性病,以及尿酸性尿露食病率更高。床上,二十元性痛患者中,都容易合尿露食。 也是在警醒大家,一定要隔控制高票令时,其中包括品入。如意提到痛患者不能喝食,可能很多人都能想到啤酒。 食不痛患者喝啤酒 啤酒量不高,燃粮不高,但于尿酸高的人群,本身排出尿酸就已受到阻。 一方面由于尿酸生成过多,另一方面尿酸法力排出,都有可能致痛作。 再加上啤酒再呈尿酸底物,喝得越多病情瘾越大。 啤酒饮尿酸酸排,人在心态,特事做完有氧后,阴氧不能急功。 了避免缺氧饮部,乳酸值不上升,而尿酸排质又和乳酸依,代加重。 此代尿酸能力下降,在短尿酸增高,病情不利。 那喝白酒不痛作? 部分痛患者,既然生不喝啤酒,那喝白酒是不是就可以相安逝了? 其,是典型的,啤酒不同,白酒酒精度更高,特事喝酒厚色白,潮的人群,明缺乏可以分解酒精的霉物。 一旦酒精有毒带物以泉、乳酸、衣和尿酸形成,久而久之肝,造成,生慢性疾病概率要更大。 同样提醒大家即便有痛病情,在《中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》中也提到了酒精限质量,男性不要超过25克。 女性不超过15克,然而最健康的方式是一口都喝,哪怕是酒精性料。 喝多了也增加酒精性脂肪肝,肝癌,前列腺癌,胃癌等疾病概率,身健康百害而一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